下面最后一项 董事长的任期将满 我们要讨论一下 召开下一任董事大会的时间 以确认选出新的董事长 我反对 李盈呢 董事长的任期还有半年 你现在提出这问题 是不是有点早啊 这是董事会章程规定的 不用讨论了吧 不会是害怕花落别家 别咬文嚼字 把话说明白 林总 能力出众 以某是东城最大的盈利平台 而且 目前除现任董事长外 林总是最大的股东 我赞成林毅 成为新一任的董事长 我提醒一下 在几分钟之前 鸾树峰的转让股权的决议通过 你已经不是东城的董事了 没有投票权 我只是善意地提个醒 我在东城有十二年 这是一个难忘的十二年 我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 共识多年如有得罪 还请各位见谅 我在东城有十二年 这是一个难忘的十二年 这是一个难忘的十二年 我提议 下一任股东大会 我们定在下月十五号召开 同意的请举手 没够饭数 提作废 你看 我觉得这块吧 不应该是这样的 你把那个重新画一下 好 欣妍 听说了吗 怎么了 董事会要更名改姓了 董事会为什么要更名改姓啊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我错了 我刚刚得到的消息 说董事会可能要从姓李 改成姓林了 什么意思呀 好吧 接下来进入科普时间 咱们公司董事会 每三年一换届 这大家都知道吧 之前呢 我们的李董事 因为盟友多 股份多 所以可以轻松恋人 但是最近的三年 咱们的林总有大动作 所以现在的格局可就不太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了 你想一想 林总一步一步取得了张董事的支持 又刚刚获得了卵董事百分之五的股份 这个格局 而且我听说就在刚刚的董事会上 林总已经率先发起了攻击 我觉得林总 距离董事长的位置 只有一步之一 然后呢 然后就被张总给压下来了 林明康 这么机密的事情 你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但是既然你们都知道了这件事 其实我倒是挺关心 如果我们公司真的换了董事长 要我说 我肯定是选林总嘛 对不对 各位迷妹们 我也想加分嘛 不浅 方方 你呢 我啊 我 我得看看形势的发展 我才能做决定 方方啊 你还是别看形势了 你就看看我啊 写令您的教训 对了 林明康 你别光说我们啊 那要换成你 你怎么选 我一定支持林总 你们想啊 林总虽然平常一副 扑克脸的样子 可是她带着已忘 确实赚了很多钱 但是咱们这位李董事长 虽然平常和善亲民 可是在她的任期里 可是没有什么建树的 你说你选谁 你怎么选谁 八卦的也差不多了 继续工作啊 我很后悔 就这样跟你说这个事了 好好好 工作 别做 看码头好气派 机械列队将编排 里根龙 里根 里根 里根龙 大吊车 真厉害 成敦的钢铁 打个里根 里根龙 他轻轻地一抓就起来 坐坐坐坐 这 这 这都多少年不唱这个了 哎 老郑啊 改天把琴带来啊 咱好好尽尽兴 不行了 我现在这手都是僵的 没问题 我这来没打扰你们呀 我正好有事要问你 刚才董事会上 您怎么不同意 召开古宗幻节大会啊 这个 三军不能无帅 更不能临阵换帅 我今儿找你来呢 是想问问你 知不知道璀璨最近的 动向 你想起说说 卢斯里已经完成了 他的第二次融资 十五个亿啊 他的准备用这笔钱 在全国一二线的城市 全面地铺开店面 他选店的标准只有一个 你猜是什么 有东城门店的地方 就得有璀璨存在 没错 他这是要把和东城的对抗 全面升级啊 所以我说呢 就是内患随有 外患也不能忽视 是吧 你这个时候 召开董事会换董事长 容易让别人钻了空子 代价咱付不起 有道理 老张 我说采购部那边啊 您最近得多关注点 多少年不干采购的事了 到时候我要有什么 想不到的地方 你还真得提醒我 您是东城的元朗啊 东城建立初期 您可就是负责采购的 此一时比一时 我跟你说啊 我最近大概看了一下 采购部的账 开销大的离谱 所以说这时候 您入主采购部 是最合适不过的 璀璨的扩张 您有什么想法 物资里能融资 咱们也能 您的想法 跟我不谋而合 我觉得现在是该动用 东城这块招牌的时候 这鸾树峰是个什么东西啊 这鸾树峰是个什么东西啊 和唐婉荣原有的那一部分 再加上张汉营那个老狐狸 在背后支持他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不得了 你们两个能让我静一静吗 好 这个新的女人 她是因为大约是个病人 我们战畅才能控制 三约是个早上的 他们会把我到杀了 你也不知道 我的天是个大约是个小公共 我的天是一个事 尖过来 你的 big刀 咱们 5公共 华琦 你真希望 你真希望 我不行了 喝不下了 顾欣眼底酒量也太好了吧 你到底能喝多少啊 一打 一直喝 服 顾欣 我服了你 我不行了 我不行了 给 不错啊 这不是 一方品牌新系列吧 这是我大学时候的习坐 不符合一方的定位 供你参考 知道校经理老上司了 我知道你一直在帮我 欠你了 谢谢 那我笑那了 你有没有听过最近璀璨有大动作 跟着东城的门店跑 就是你说的大动作吧 是二轮融资 有了这笔钱璀璨就能脱胎换骨 而且很有可能可以成为 这个行业的第一名 这么有信心 陆思迪最近在监修一些矿业厂 有可能会成为国内 唯一一家 有钻石矿产的珠宝公司 钻石矿 陆思迪这里没人啊 行动力超强的 好 进来 老子 璀璨那妈有了一些新的消息 说 这个据璀璨公司的人说呀 最近这个李总啊 一直在打听关于这个钻石矿的资讯 前段时间啊 为了买回那批钻石 给了她一部分看货权 看来这个陆思迪里的诉求 远不止这些啊 老大 说起这个看货权啊 我想起拥有戴尔普斯的 看货权的公司啊 全世界不超过一百多家 而且呢 还都是世袭的关系 在我们国内很长一段时间里啊 拥有看货权的只有东辰 这也算是一种荣耀了吧 对啊 这是唐总当年留下的福祉 但是戴尔普斯的看货权 有他的弊端 他不是把所有的原石 都拿出来让我们挑 而是人家指定什么 我们就得买什么 竟是那帮外国人挑剩下的 东辰在国内 虽然是首屈一指 但是跟国际上那些 顶级的珠宝商比起来 我们还是孩子 老大 您说 这是不是当年唐总 冒这么大风险 也要购买属于自己 钻石矿的原因呢 唐总眼光高远 他早就想打破 国外那帮珠宝大鳄 给中国珠宝企业 设下的壁垒 只可惜啊 一步不深 这也算是 是 唐总 为了个夙愿吧 从前东辰是国内第一家看货商 今后东辰 也要成为在国内拥有 第一家自己钻矿的珠宝商 绝不能让路斯里抢了先 但是老大 购买这个钻石矿 需要很多资金啊 我就奇了怪了 这路斯里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我们的资金从哪儿来啊 老张 最近啊 你帮我组一局 帮我约点那个风头的老板出来聊聊 好嘞 我等你信啊 非常荣幸能请到各位啊 来来来 我先敬大家一杯 来来来 来来来 薛总 谢谢大总 谢谢 谢谢 吃菜 吃菜啊 来来来 张总啊 来来来 最近听说一个消息啊 东辰公司有笔大买卖正在寻求合作伙伴 那 到时候可得想着我们老哥几个 就是 就是 你这都是听谁说的呀 再说我这儿有什么好事 没想着过老朋友啊 就是 是 就是 可是呢 这个天干物燥 日月流转 一转眼咱们这都成了 中年油腻男 老年油腻男了 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抓紧时间 对酒当歌 开心就好 是吧 是 是 是 来来来 姓张的 约了几个风头 他们这是想干什么啊 没猜错的话 他们应该是占少资金吧 摧散几轮融资成了劲敌 我看灵异是急了 找钱就找钱嘛 干嘛鬼鬼祟祟的 把我们几个搁在一边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倒觉得这是个机会啊 董事长 你看啊 现在灵异手上所持的股权比例 大幅增长 所以对您的位置构造了威胁 但是如果 我们另辟蹊径 将他手上所持的股权比例 大回原形 说说你的想法 股权投资 这狼多了 肉不就少了吗 好 聪明 来来来来 来 来 薛总 谢谢张总 来 张总 请 你们这次想要融资的金额有多大 没多大 也就十五个亿 十五个亿 张总啊 这个数额可不小啊 还挺吧 现在这个国内珠宝市场 整体势态稳定 势头也不错 你们东晨呢 又曾经是这个行业的龙头 不过我也同时了解到 自从你们这个创始人过世之后 东晨这几年 可大不如从前了 谁说东晨不如从前了 东晨的遗忘 一直是国内珠宝行业里的 这个首推的产品 这事你知道 是吧 知道 再说呢 现在是东晨的飞风期 正是投资的好失货 张总说得不错 但是这个十五亿的这个规模啊 我现在 还真不能立马给你做出决定 不瞒您说 我去年啊 投了这个新型行业的 几家小公司的天使轮 每家公司呢我就投了几百万 今年这个势头啊 可真不错呀 反而我觉得 这个规模越大 我是慎之又慎哪 不行了 老了 不敢那么激进了 谁说你老了 谁说你老了 你可不老 但是你说的那话对了 慎之又慎 没错 好 来来来来 大家尝尝这个鱼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谢谢 谢谢 当了总监也不用这么拼吧 天天加班 你还不是一样 还不是忙当那么晚 不一样 你是主动加班 我是背负 最近给自己加了点工作量 是为你保驾护航啊 那我谢谢你 对了 董事长特批的那笔钻石 我查了一下 怎么样 进展不大 都是由我们的王主舰亲自过手 我又找了几个别的途径 都查不到 那看来 李卓然跟那个叫陶乐吉的供货商 关系是不一般了 你知道为什么 你那个计计钻的活动申请 林总一直压着吗 难道他也知道 这批钻石有问题啊 对 光定金不准 就有一百多万 被李卓然做了手脚 怎么会这样啊 东晨主要的钻石来源 是由戴尔普斯采购的 这部分让我查了 没有问题 但另一部分 是由李卓然推荐的供货商采购的 这部分问题很大 看来林总拒绝这次提案 还真的不是因为针对我 林总就是不想而且 捡不到人的账进行的有吃无果 那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内幕消息 陶乐吉就是这个关键人了 对 要从这个人作为切入点 我会继续查的 辛苦你了 来来来来 你多吃点 我吃不下这么多 来 谢谢打赏 怎样才能见到陶乐吉呢 他一天 我听说 一天 大家好好看看这些资料 我想知道 最近一个月的时间 咱们的人都在干什么 看看我们的竞争对手在干什么 晓晓 行言 我不是批评你们俩 我知道你们已经很努力了 但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比我们更努力 这份资料是怎么来的啊 很详尽 很刺激 卢西利能偷偷摸摸搞到 我们的活动方案 就不许我们 弄到他们的数据吗 我们也不是吃素的 仅仅三十天的时间 璀璨的门店从七十八家扩展到一百三十家 这个速度太疯狂了 后续的扑货和营销 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东晨门店一公里以内 必有璀璨 已经不是一句玩笑话 已经成真了 形势严峻 我们安逸得太久了 董事长 据我所知 璀璨之所以能够快速扩张 是因为它背后有强大的资金支持 而我们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 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这个应该不成问题 璀璨可以融资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董事长说得没错 不论从公司的规模和实力来看 我们东晨呢都要被璀璨更具有投资的前景 关键是 这钱从哪儿来怎么用 万董 你尽快准备一下资产评估这方面的资料 要尽快 好的 董事长 好 好 林总 张总 董事长呢正在开小会 讨论应对璀璨的策略 你怎么知道的 助理联盟里那儿 林薇说的 助理联盟是什么 您不知道啊 助理联盟呢就是我们 各个老板 或者那个高层的助理 也建他们一个群 平时呢聊聊天 偶尔呢也能看出点门道 这不前两天有人把这个 董事长的助理凌薇给拉下来了 沈博 助理联盟 您要多关注一些啊 您放心吧 我会发红猫了 还有事吗 没了 那你先出去吧 您看见了吧 这联盟 有时候挺管用的 看来璀璨这次是来势汹汹 看来璀璨这次是来势汹汹 从客观上讲 也给李卓然解肥了 内部矛盾 瞬间转化成外部压力 李卓然啊 一定是因为你提出了那个 更换董事长的建议 对他的压力很大 要不然他大早上起来 开这会干吗呀 还不如多打几杆 他那破球呢 进来 什么事 林总 董事长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谢谢啊 老师 老师 顾小姐找您 顾总监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您啊 顺便给您带了一些茶叶 今年新制的黄山茅峰 你知道我是安徽 辉州人 想要邀请您出山 我当然得事先做一些功课了 罗姨 赶快 烧点热水 一会儿一块儿 平平我们家老家的欣赏 好嘞 那个 来来来 坐坐坐 好 顾总监 你们那个海棠花系列销售的 怎么样啊 那些小钻 经过您的手艺雕琢 果然呈现了不一样的光彩 消费者很满意 其实 今天我来找您 是有另外一件事情 想要麻烦您 别客气 别吞吞吐吐吐的说 如果我在东城旗下 建立一个新的品牌的话 您愿不愿意来担任 我的总供应师 不是 我不需要您亲自去切割 每一块宝石 您把把关就行了 像罗毅这样的青年技师 您也可以全部都带过来 可以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去实践 哎呀 反正你们就是看这老头 长年累月 申局检出 干脆替我找个长期工作是吧 不信呢 哎呀 您太风趣了 那啥意思啊 我是真心希望您可以来帮我 说实话这个新的品牌 我也只是有一个出户的想法而已 您是我第一个就想到 要过来请教的人 我现在年纪小 在这行业经验也不足 但是呢 如果我可以请到 像您这样有匠心精神的切割大师 来为这个品牌加持的话 那么我的信心就会增强很多 谢谢 我怎么觉得你越看越像 你们创始人唐总 真的 他当年说服我 到东城去工作的时候 也是从我们老家 带了一个农产品 哎呀 那说话的语气活像你啊 那就说明 我跟我们的创始人一样 信任你 好 就冲着你们对我的信任 如果新品牌里面 你需要我的手艺的话 我愿意举上添花 真的 太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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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别急 别急地谢我 你好好干 你不要学那个李卓人 零老零老了 还砸了我自个儿的口碑 您放心吧 如果说这个新品牌的工作室 真的可以建立起来 那就是我迄今为止 最重要的一个职业里程 我一定一定会谨慎 我一定会加油 把它做到最好 阿世 水烧开了 茶盘也摆好了 好好好 那 姑姑请请 我们来一块品品新茶 好 今天去超市 烧点手机呀 给你的新家买了点日用品和诗的 你就应该给我一把家里的钥匙 省得你呢总在摆忙之中 给我开门 怎么 你是怕我骚扰你啊 我是怕你来得太勤了 我都让李卓人他们看出点什么破绽了 怎么样 坐你那大房子搬到这日常居民楼里 太适应了 我没那么多臭毛病 路简路说 我都没什么感觉 为了能拿到鸾世锋手里的股份 也算是值了 怎么了 又不知道选哪条紧带了 不好看吧 这条 不好看 走 我帮你选一条 选好了 这条啊 起来试试 这条 这李卓人 好像最近对公司的各项业务 都挺上心的啊 是 前几天 他找了严董 邱董 还有王婉东 和具体番桌上聊了什么 我试探心地问了好几次 他都是守口入瓶 可是后来 听会所的服务员说 那天晚上 他们喝了八瓶红酒 喝那么多 那基本上说的都是废话 今儿穿得这么帅 这是要去见谁啊 见见咱们冬城未来的金主 怎么样 这条领带好看吗 黑领带 当然不会出错了 试着衣服 盛世风投在短短的两年之内 成为了顶级的投资公司 那么请问您有什么投资的秘诀 可以分享给我们吗 这个找项目啊 就跟找结婚对象一样 秘诀就是 得看对眼呗 像不像一个土豪啊 话操理不操啊 这个夫妻呀 要是能过下去 首先得有相同的世界观 还得有一样的价值观 只要价值观一样 哪怕现在日子苦一点 只要多努力 有脑子 早晚还是会发达的 但如果价值观不一样 那就没有办法在一张床上睡了 您的话真是太有哲理性了 有个屁哲理啊 这些都是操理 我们这些投钱的人啊 和那些被投资者 就像是两口子 这两口子要是不和谐 肯定发不了财 但是如果夫妻同心 黄土都能变金 您说得真是太好了 这位胡总不凡啊 他的名字叫做胡凡 有机会介绍您认识 我们认识 见过几次 请问盛世风头的 下一个结婚对象 会是谁呢 要想结婚 得先找钻戒 钻戒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大鱼 谁能拉到盛世风头的钱 谁就是东辰的功臣 当然 无论你我谁争到了 都对东辰有好处 但绝对不能 让他得趣 我们在东辰 挨头苦干的时候 他已经到处奔走了 我接个电话 我接个电话 是 随便 水头井足 能上大五 赌来的 老龙石上出高色 赌来十多天了 总是找不到你人 太忙了这 上万颗石头 选出这么一个来 不容易啊 我恭喜你了 发财了 李董事长 你可真会挖挂人哪 就这么一块破石头 在你眼里头也能叫发财 赌来的都是意外之财 是额外赚到的 您是见过贼偷东西 没见过贼挨打吧 我赔进去的 都不止这千百倍了 不及成本吗 你那是赌成瘾了 成本不是花在石头上 你是在为赌瘾买单 甭管怎么说吧 我最近是真缺钱了 货款给我结了吧 但是定金呢 就惹到林毅那边同茶 我要是把全款都给你付了 她还不得冲到办公室 跟我叫板啊 再等等吧 等东晨的资金周转过来 我就给你见 你们海棠花卖得那么好 您跟我说没钱 鬼才信呢 要不要给你个大喇叭 林毅就在外面 要不要让她进来 她可是一直在找你的 那也是您让我去的呀 不说这伤感情的话 本管怎么说吧 您想想 我大老爷来冒这么大风险 你真不能再拖我了 我后边还欠点呢 那我就帮你这个忙 这匪测我收了 炸 三十万 十五万 一口价二十十万 十五万 老朋友了 在我这儿还趁火打击 就十五万 行呢 我就签支票 不行呢 你找另外的买家 行行行 签吧 别老是跟我说 最为款 李董事长 忘了跟你说了 这笔钱哪 您哪 真甭给我 直接走马克的上 我还真懒得管 非常感谢您 胡总 您先忙着 那我先过去了 胡总 好久不见 见您一面呀 可真是不容易 您一定要给我一个机会 跟你好好聊聊 好啊 胡总 林总 您认识我 东辰珠宝的总经理林毅 谁不认识您啊 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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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一个不喜欢热闹的人 这样的场合可真是稀奇 在这种地方见不着我 不喜悉 要是见不着你 就太稀奇了 二位 同行是冤家 没带家伙来吧 是 来来来 快请坐 坐坐坐坐 什么事让胡总笑那么开心啊 李总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能和国内珠宝街的两大巨头 聚在一块儿 我能不开心吗 对了 最近很少看到你打高尔夫 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改天 改天咱们一定痛快地打一场 好啊 好啊 胡董 您也喜欢打高尔夫球啊 不是我喜欢 是大家都喜欢 我就学学喽 李总也喜欢打球吗 我这个球技啊 跟李董 林总没法比 会打就行 咱们四个刚好凑队嘛 那我就只好 做您的陪练啦 那我们就球场上见了啊 向向亲啊 愿意奉陪啊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好啊 好啊 老师长 我批的那笔 这一类七十五分钻石 尾款结了吗 还没有 怎么问这个事啊 尽快复了 林毅最近盯得很紧 我不敢动这么大笔的款子啊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拱火方已经吹了几次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尽快结了 我知道了 来 董事长好 董事长好 您好 请问董事长在吗 董事长不在 行言 董事长 找我啊 我找您有些事情 进来吧 你来我的办公室 我向来是欢迎的 怎么今天 你好像有点犹豫啊 我是有点犹豫 因为 我听到了一点风言风语 什么风言风语 大家都在传您任期将满的事 都在推测 谁是下一任的董事长 让他们传吧 灵异在你们心里面 威望很高吧 没有 只不过是大家认为 尾款是最盈利的项目 仅此而已 另外 您之前让我做的 关于 记类七十五分钻石的那个项目 我申请了好几次 但是在林总那里都没有通过 还有 我们最近几个项目申请的原始 也都在采购部那里受到了拖延 所以我想 大概都跟您任期将满有关 所以董事长 我有一个 大胆的想法 想要听听您的意见 你说 我想创立一个工作室 创建一个新的品牌 早就有人跟我说过 你野心不小 确实是有的 没有 我完全没有个人的野心 董事长 其实林毅创造以往 是在东城浸染多年 担任了总经理之后 你呢 刚刚当上总监 位置还没有坐热呢 就敢冒出这样的念头 你这一步卖得不小啊 董事长 您误会我了 我一直都把东城当成自己的家 东城是我从业以后 进的第一家公司 真的我在这里收获了不少 我觉得东城可以给我带来归属感 我真的愿意把我个人的愿景 还有公司的前景绑在一起 我想要和东城一起成长 当然了 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也受到了一点挫折 所以我真的特别感谢 在我遇到挫折的时候 给我帮助还有提携的董事长您 其实我想要建立这个新的品牌真正的原因 是想要和伊望打泪 跟伊望打泪 您用什么跟林毅这个老江湖打泪 老江湖有老江湖的经验 我也有我的优势 我的想法新盈 而且现在正值董事会换届选举之际 如果说您可以拿出一个新的政策 对您的训任真的会很有帮助 不好意思啊董事长 可能 我的这个提议有点唐突了 但是 还是请您要仔细地考虑一下 好 你这个提议 我要仔细考虑考虑 谢谢观看